陈继期 陈玄帝太监九年 丁有 公元五百七十七年 一 春 正月 一海硕 其太子 横其皇帝位 省八年以 改元成光 大赦 遵其主为太上皇帝 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皇后为太上皇后 以广宁王孝行为太宰 一 春季 正月 一海硕 初一 北齐太子高横其皇帝位 当时出生才八年 改年后为成光 大赦全国 尊称北齐后主为太上皇帝 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皇后为太上皇后 任命广宁王高孝行为太宰 司徒莫多龙井 显 领军大将军为相愿谋扶兵千秋门 展高阿南宫 立广宁王孝行 为阿内宫自他陆入朝 不过 孝行求聚周诗 为阿内宫等约 朝廷不辞遣鸡贼 岂不为孝行反写 孝行若破语文雍 遂至长安 反义和遇国家事 以今日之急 由如此猜忌血 高 韩孔其未辩 出孝行为苍州刺史 相愿拔佩刀卓著 探约 大事去以 知父何言 司徒莫多楼境险 领军大将军被相愿预谋在千秋门埋伏士兵 杀死高阿南宫 拥立广宁王高 孝行当皇帝 恰巧高阿南宫从另一条路入朝上殿 所以没有成功 高孝行请求抗拒北州军队 对高阿南宫等人说 朝廷不派我去打击敌人 难道不怕我高孝行起来造反吗 高孝行如果打败宇文雍 便到了长安 即便造反也干预不了国家的事情 像今天这样的危机 竟还如此猜忌 高阿南宫 行长鸾怕他要叛变 便派高孝行出任苍州刺史 为相怨气地拔出佩刀砍柱子 叹息说 大事已去 还有什么可说的 其主使长乐王 卫士便率签与其参周师 出府口 登高付希望 摇见群屋飞起 卫士兹军其志 及吃海 逼至紫墨桥 不敢回顾 事便 忏之子也 于是皇门是朗言之推 中书是朗须道衡 是忠臣德性等劝上皇 往河外募兵 更为精略 若不计 难投臣国 从之 道衡 孝通之子也 丁丑 太皇太后 太上皇后 子月先去济州 鬼位 又主义子业东行 吉丑 周师至紫墨桥 北齐国主派长岳王 卫士兵率领一千多骑兵 窥策北州军队的情况 出了府口 登上土山 向西面了望 远远地看见一群乌鸦腾空而起 以为是北州军队的旗帜 立即迟马返回 到了紫墨桥 还不敢回头看 卫士兵是伟灿的儿子 于是皇门是朗言之推 中书是朗须道衡 是忠臣德性等劝派上皇帝 到皇和隐南一带招募士兵 再做策划 如果不成功 就向南投奔陈朝 得到同意 薛道衡是薛孝通的儿子 丁丑 初三 太皇太后 太善皇后 从叶城先去济州 鬼位 初九 北齐入主也从叶城向东进发 吉丑 十 五日 北州军队到了叶城城外的紫墨桥 二 西卯 上纪北郊 二 西卯 十七日 陈玄帝到北郊祭地 三 仁臣 周师至叶城下 鬼四 为之 烧成西门 亲人出战 周师奋机 大破之 三 仁臣 十八日 北州军队到了叶城城下 鬼四 十九日 包围了叶城 焚烧叶城的西门 北齐士兵出城作战 北州军队奋勇攻击 大怕北齐军队 齐上皇从柏齐东走 十位大将军勿容三藏守夜宫 周师入夜 齐王 宫以下接将 三藏游巨战 周竹印剑 李之 拜一同大将军 三藏 邵宗之子也 领军大将军于阳先于世荣 其高祖旧将也 周主先以玛瑙九中夷之 世荣得及碎之 周师入夜 世荣在三台前名鼓不戳 周人知之 世荣不屈 乃杀实 周主直莫躲楼境险 树之曰 如留死最三 前自尽阳走夜 邪妾弃母 不孝夜 外围围朝露立 那时通起于阵 不忠夜 送款之后 由始两端 不信夜 用心如此 不死何待 遂展之 北齐太上皇帝由上百名骑兵跟从向东出走 派五位大将军慕容三藏 守卫夜城的攻势 北周军队进入夜城 北齐的王 宫以下的官员都向北周投降 慕容三藏还抗拒战斗 北周国主召见他 待之以礼 拜业同大将军 慕容三藏是慕容少宗的儿子 领军大将军于阳 先于世荣 是神武帝时的老将 北周国主先送给他们麻脑酒杯 先于世荣得到后立即将被子打碎 北周军队进入夜城时 先于世荣在三台前不断地击鼓 被北周军队捉住 先于世荣不肯屈服 被杀死 北周国主捉到莫多楼进行 述说他 你有三条死罪 以前你从晋阳去夜城 携带小老婆同行而抛弃母亲 这是不孝 表面替齐国孝礼 实际上从内部向阵送情报 这是不忠 向我们表示成立以后 却还在两者之间动摇不定 这是不信 这样的用心 不死还等是什么 便将他杀死 使将军为使勤追其主 派将军为使勤追赶北齐国主 甲午 周主入夜 齐国子博士长乐雄安生 博通武经 文 周主入夜 拒令扫门 家人怪儿问之 安生曰 周立重道最如 必将见我 而周主信其家 不听拜 轻知其手 隐语同坐 上次胜后 给安车四马里四随 又前脚四网堂道 和九中书侍郎 李德林宅宣旨未语 曰 平齐之力 为在于尔 引入宫 室内是宇文昂 访问其朝 风俗正交 人物善恶 急流内省 三宿乃归 甲午 二十日 北周国主 进入夜城 悲齐的国字博士 长乐雄安生 博学精通武经 听到北周国主 到了夜 城 马上叫人 打扫门庭 家人感到奇怪 问他为什么 雄安生说 周立重道最如 一定会来看我 不多久 北周国主 亲临雄家 不让雄安生叩拜 亲自掺入他的手 叫雄安生 和自己坐在一起 上次给他很多东西 还送给他小车 和马匹 供他成用 又派小司马唐道 和去北齐的 中书侍郎 李德林的住处 宣读圣旨 加以慰问 说 讨平齐国后 得到的利益 就在于得到你 带李德林进宫 派内使宇文昂 向他请教 北齐的风俗正教 人物的善恶 留他在门下省 住了三个晚上 才让他回家 以为 齐上皇渡和入济州 逝日 又入禅位于 大丞相任陈王 又为找 尊上皇为吴上皇 又主为宋国天王 令是中胡律孝卿 宋禅文 及喜福于盈州 孝卿及一夜 以为 二十一日 北齐太上皇帝 渡过黄河到冀州 这一天 又主把皇位 让给大丞相 认成王高 又替高下赵 尊称太上皇 为吴上皇 又主为宋国天王 命令是中 胡律孝卿 把禅北的文书 和信有四代的 寿命玉玺 送到盈州 胡律孝 清立即前往夜城 周主赵 去年打射所未及之处 皆从设立 北州国主 赵令 去年打射所 没有执行地方 一律遵照设立执行 其洛州 赐史 独孤 永夜 有甲氏三万 文禁周县 请出兵姬周 奏性不报 永夜愤慨 又文禀周县 乃前子 需打 请降于周 周以永夜 为上 祝国 封殷宫 北齐的洛州 赐史 独孤 永夜 有三万名 假士 听到 晋州陷落 请求朝廷 允许自己 发兵攻击 北州 但作章 被压下 没有上报 独孤 永夜 很愤慨 又听 到 并州陷落 便派儿子 独虚孤 打 向北州 请求投降 北州 任命 独孤 永夜 为上 祝国 封殷宫 秉申 周一 愿望 胜为 下周 总管 秉申 二十二日 北州任命月 王宇文 成为下周 总管 其上 黄柳 胡太后 于济州 是高阿纳 宫 守济州官 参后 周师 自育 幕后 冯淑妃 幼主 行长 鸾 邓长 等数十人 问青州 室内餐田 蓬鸾 西出 三四 动静 周师 获知 问其主 何在 戴云 已去 既当出境 周人 以其不信 垂之 每则一只 此此欲利 竟则四只 而死 北齐太上皇帝 把胡太后 留在济州 派告阿纳公 镇守济州官 观察北州 军队的动静 自己和幕后 冯淑妃 幼主 行长鸾 更长等几十人 逃奔青州 又派太监田 蓬鸾去西部 刺探动静 她被北州军队 抓获 问她 北齐国主 在哪里 田鹏乱骗她们说 已经离开原地 估计应当出了国境 北州人怀疑她的话 不可信 对她拷打 没打断一根肢体 田鹏乱的话和脸色 就愈加严厉 最后打断了四肢 而死去 上皇至青州 即欲入尘 而高阿纳公 密着周师 约升至其主 吕启云 周师上远 以令稍断桥路 上皇游至烟流子宽 周师之官 阿纳公结降之 周师养至青州 上皇囊金 信于安 于后 飞 又卓等时与其难走 即害 至南邓村 为持秦追击 敬秦之 并胡太后送业 北齐太上皇帝到了青州 就要进入陈朝的国境 而高阿内公秘密和北州军队联络 约定一起活着北齐国主 却屡次向太上皇帝起奏道 周朝的军队还离得很远 未经 下令稍巧断路 太上皇帝因此在青州 平流宽慰自己 北州军队到达关爱 高阿纳公就向他们投降 北州军队很快到了青州 北齐太上皇帝高尉用袋子装了金子 系在马鞍上 和皇后 妃子 又卓等乘了十几匹马向南挑走 即害 二十五日 到南邓村 为持秦追上他们 全部活着 连同胡太后一起送往夜城 庚子 周主照 顾胡绿光 崔晋书等 一追加赠士 并未改葬 子孙各随因许路 家口田斩眉官者 并还知 周主 至胡绿光明曰 此人在 镇安的置业 新朝 赵 旗直东山 南远 三台 并可回彻 瓦目诸物 可用者西以赐民 山远之田 各还其主 庚子 二十六日 北州国主赵令 已故的胡绿光 崔晋书等 迎追加封赠士号 并将他们改葬 他们的子孙 各随门 因案规定的 等级四地 授给官职 被没收充公的 奴婢填币房产 以并发孩 北州国主指着 胡绿光的名字说 这个人如果还在 朕怎能来到夜城 新朝 二十七日 赵令 齐国的东山 南远 三台 都可以拆除 瓦片木材 一类物件 可以利用的 全部赏赐给百姓 山远所占用的土地 各还原主 四 二月 人五 上耕集田 四 二月 人五 陈玄地道 集田 举行耕种的仪式 五 丙五 周主燕从官将士 于其太极殿 搬赏有差 五 丙五 初三 北州国主在 北齐的太极殿 次燕随从的官员将士 按等级给予赏赐 定位 高伟至夜 周主降价 以兵力建之 定位 初 四 高伟到夜城 北州国主走下台阶 依对待宾客的礼节 接见他 积广宁王孝行至沧州 以五千人会认成王于信德 共谋宽赋 赵穆的四万余人 周主使七王县 驻国阳间接之 令高伟未受书招 不从 县君指赵州 前二叠差之 后其指以白县 县及其旧将 便是之 未曰 无所争者的 不再辱曹 今宗辱孩 仍冲无始 乃与书约 足下谍者 为后其所居 君中情实 拒诸直视 战飞上计 无代补仪 首乃下策 或未相 许 以乐诸君分道并进 相望飞远 平是有期 不似终日 所望之即也 北齐的广宁 王高校航 到苍州 带领五千人 在信都和任 陈王高会合 共同计划复国 睁目到四万多人 北州国主派驱王宇文县 驻国阳间攻打他们 较高威胁 请比线队高招降 高不服从 宇文县的军队到赵州 高派二名探子去侦查 反被北州的侦查骑兵捉住 并报告了宇文县 宇文县把原先是 北齐的将领召集在一起 将捉到的探子 向他们示众 并说 我所争夺的事大目标 不是你们 今天放你们回去 仍旧充当我的使者 给高带去书信 信上说 您的探子 被我们的侦查兵捉到 我方军队中的情况 他们会向您报告 和我们打仗 不是上策 这不用占卜就可以决定 防守是下策 您或许不会同意 魏京统帅各路军队分道并进 和您相见已经不远 我扶着兵车上的横幕到来 指日可待 希望您能知道时机 不要拖延时日 限制限斗 陈于成难以拒之 所属领军为香苑炸出 略臣 随以众将 香苑 以赴也 众皆骇拒 杀香苑妻子 明日 复战 现击破之 服战三万人 执己 广宁王孝衡 现卫约 任成王何苦致辞 约 下官神武皇帝之子 兄弟十五人 幸而独存 逢宗舍颠覆 无愧分灵 现状之 命归其妻子 有亲为孝衡西窗赋药 礼欲甚厚 孝衡探约 自神武皇帝以外 无诸付兄弟 无义仍至私者 命也 四军无独剑之名 才向非诸实之计 恨不得握兵服 收服乐 斩我心力耳 宇文献到了信都 高在城南列政进行抗拒 被高任命的领军卫 湘院假装到阵前巡行 便率领军队向宇文献投降 魏湘院本来是高的心腹 大家为此感到惊恐害怕 高便杀掉魏湘院的妻儿 第二天 又进行战斗 被宇文献打败 俘虏和杀死的有三万人 高和广宁王高孝行被捉住 宇文献对高说 任成王何苦致辞 高说 下官是神武皇帝的儿子 十五个兄弟 只有我侥幸活下来 遇到国家被推翻 死而无愧于祖先 宇文献 佩服他的雄壮豪迈 命令归还他的妻儿 宇文献又亲自为高孝行 洗窗涂药 礼遇很厚 高孝行看到 除神武皇帝以外 我的父辈和兄弟 没有一个能活到四十岁的 这是命运注定的 即备的国君缺乏独特见解的明察 宰相不能担负国家重任的委托 遗憾的是我不能掌握兵服 授予我兵权 以施展我的用心和能力 齐王献善用兵 多谋略 得将士心 亲人但其微生 多望风举溃 除目不扰 君无四焉 亲王宇文献善于用兵 足智多谋 得到将士的爱戴 北齐军队害怕他的威名 都望风溃散 北周军队对百姓放牧的牲口 不加侵扰 军队遵守纪律 周主以齐将将封府相为 北朔州总管 北朔州 其职重镇 士族骁勇 前长使赵木等谋之府 相迎认成王于盈州 不果 乃迎定州次使范良王少义 邵义至马义 自四周以北二百八十余城 结阴之 邵义与灵州次使元洪蒙引兵南出 御取并州 至新兴 而四周一位州首 前队二一同一所部将州 周兵姬险州 直 次使陆琼 赴公拔诸城 邵义还保卫朔州 周东平宫 神举将兵比马义 邵义战败 北本突厥 有有众三千人 邵义另约 欲含者从其义 于是辞去者太半 突厥插波克汗 常为其贤祖 为英雄天子 以邵义众怀 四肢 甚见爱众 凡其人在北者 歇以立之 北周国主任命 北齐的将将封府 相为北硕州总管 北硕州是北齐的重镇 士兵强悍勇敢 前长使赵木等人 曾预谋捉住 封府乡在盈州迎接任成王高 没有成功 便迎接定州刺士范 阳王高少义 高少义到马义 从四周以北的 二百八十多座城池 都写来响应 高少义和灵州刺士 袁洪蒙 领兵发兵向南 打算夺取定州 到了新兴时 四周已经被北州军队占领 高少义的前队中有二名仪 同率领部长向北州投降 北州军队向险州进攻 捉住险州刺士陆琼 又攻克其他长池 高少义回师保卫北硕州 北州东平宫与文臣举领兵逼近马役 高少义被打败 向北逃奔突厥 还有三千步众 高少义下令说 想回去的人可以听辩 于是超过半数的人都离去了 突厥的插波克汗 常说文宣帝是英雄天子 因为高少义的怀关节两侧 各有两个古突 很像文宣帝 所以对他非常喜爱看重 凡是在突厥的北齐人 都有高少义管理 于是其之邢台 周、镇 为东庸周邢台赋服 营州刺士高宝宁不下 其余接入于州 凡德桌五十 郡一百六十二 县三百八十 互三百三万二千五百 高宝宁者 其之叔叔 由永略 九镇和龙 甚得以 夏之心 周主于何阳 幽、清 南远、玉、徐、北朔 定制总管府 向 周刑台赋服 赢州刺士高宝宁没有降服 其他地方都并入北州 一共得到五十州 一百六十二郡 三百八十县 三百零三万二千五百户 高宝宁是北齐皇室的远之 勇敢有胆略 长久在和龙镇守 很得宜人和汉人的人心 北州国主在和阳、幽、清 南远、玉、徐、北朔 定各州设置总管府 向 并二州分别设置公事和六府官 周十之客进阳也 即使开府仪同三四哥西永安 求人于突雪 别致 其一王 插波客函出永安于土律混使者之下 永安言于插波曰 今其国一王 永安何用于生 欲比弃自觉 恐天下为大屈无四皆之臣 弃刺已到 以显示远近 插波加之 赠马七十匹而归之 北州军队攻克晋阳时 北齐派开府仪同三四哥西永安 向突厥求救 他刚到突厥 北齐已经灭亡 插波客函把哥西永安安安排在土律混使者之下 哥西永安对插波客函 说 现在齐国已经灭亡 我何必留此藏生 本准备摒弃自尽 只怕天下人说我们大齐朝没有训捷 而死的臣子 请求给我一刀 死后可以让远近的人都知道我的心计 插波客函对他表示赞讯 送给七十匹马让他回去 两主入朝于夜 自秦间天下 无朝之礼 至是使命有思草聚其事 至姬 至戏 摄九宾 九戒 受享于庙 三公 三姑 六清智时 劳宾 孩智 智享 皆如古礼 周主与两主宴 九寒 周主自弹琵琶 两主起舞 约 陛下既亲府五贤 臣可敢不同百寿 周主大跃 四脉甚厚 后两国主到夜城朝见北周君主 自从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 朝见礼智 久已废缺 这时才开始命令有关部门拟定礼节 如至宋西米 至宋活阳 设九个边相 九个传达 在宗庙中设宴宽待 三公 三姑 六清相后两国主宪时 为劳宾客 还礼 宴享宾客等 都依照古礼 北周国主是眼款的后两国主 就喝到高兴时 北周国主亲自弹琵琶 后两国主起力跳舞 说 陛下既然亲自演奏琵琶 臣怎敢不像百寿那样起舞 北周国主听了大为高兴 上次给他很多东西 以卯 周主自夜西海 以卯 十二日 北周国主从夜城西回长安 三月 仁武 周照 山东诸君 各举名精干智者二人 若其才一数 着二不群者 不拘此数 三月 仁武 初九 北周夏照 山东各州的总管 分别推荐二名通晓经数办事能单的人 如果有特殊的才能 超出寻常与众不同的人 可以不受人数 的限制 周主指秦卫向贵也 招其东雍州赐使赴福 福不从 亲人以福为形台又不设 周主即刻并周 父前为孝宽周之 令其子以善大将军 五相公告生结经 玛瑙二九中赐福为信 福不受 为孝宽约 士君有死无二 此为臣不能节忠 为子不能尽孝 人所筹集 愿素斩之以令天下 周主自业海 至近周 见高阿纳公等百余人临焚水照福 福出君 隔水见之 问 至尊今何在 阿纳公约 以为秦已 福养天大 哭 帅众入城 于听世前北面哀嚎 两酒 然后讲 周主见之曰 何不早下 福留替对曰 陈三是为其臣 实其路不能自死 修见天地 周主之旗首曰 为臣当如此 乃以所食羊肋骨赐福曰 孤亲肉书 所以相赴 虽言使素卫 受赏一通大将军 赤之曰 若即与功高官 恐归父者心动 努力示朕 物忧富贵 他日 又问 前就何一的和尚 对曰 蒙一转 受特禁 永昌俊功 周主为高位约 朕 三年交战 攫取和音 正为复服身手 诚不可动 虽免军而退 功当时闪功 何其保也 北周国主捉拿 未相贵时 曾经招响 北齐东雍州刺事 复服 复服不肯 北齐任命 复服为形台又浮设 北周国主攻下 并州以后 又派韦孝宽去招降 叫他的儿子送去上大将军 武相公等官爵的委任状 和用金子 玛瑙制成的酒杯 作为凭据 复服不肯接受 对韦孝宽说 我服侍国君除去死以外 没有其他想法 这个孩子作为臣子 不能尽忠 作为儿 子又不能尽孝 为人人憎恨痛骂 希望你赶快把他杀掉 以昭示天下 北周国主从夜城返回时 到了静州 派高阿纳公等一百多人 在坟水边召复服来 复服派出军队 隔阂见到他们 便问 天子现在哪里 高阿纳公说 已经被捉住了 复服仰天大哭 率领军队进城 在官署的厅堂前面向北方悲伤痛哭 哭了很久 然后向北周投降 北周国主见到他说 为什么不及早投诚 复服流泪回答说 我家三代是齐国的臣子 吃的是齐国的俸禄 没有训国 修建天地 北周国主握住他手说 做臣子的应当这样 便把自己食用的羊排骨赏给复服 说 骨亲肉输 所以把骨头交给你 便派他充当官庭的直肃警卫 受给上仪同大将军的官职 说 如果马上让你做高官 怕归父的人嫉妒 你只要努力侍奉阵 不必担心富贵 另一天 又问他 以前救援和殷师得到什么赏赐 回答道 蒙皇帝迁到官职一次 受给特进 永昌俊功 北周国 主队高雷说 朕只会打仗三年 决心攻下赫音 正由于父父善于防守 城不可动 便收拾军队而退走 您当时对他功劳的赏赐 为什么如此威博 下 四月 祭祀 周主至长安 至高雷于前 列区王公于后 车于 其志 弃武 以赐臣之 被大驾 步六军 奏凯悦 献服于太庙 官者皆称万岁 物身 风高位为温宫 其知 朱王三十余人 接受风雪 周主与其君臣言九 令温宫其武 高雁宗碑不自持 吕欲养妖 其父必尽致 之 夏季 四月 以赐 初三 北周国主到长安 把高位安排在前面 把北齐的王公排在后面 车辆 旗帜 器武 以赐排列 准备好出行的大驾 走应 具备的全部人员 仪仗 由宫星封印 太扑驾车 六军排开队列 高奏凯旋的音乐 到太庙举行 献服的仪式 观看的人都高呼万岁 物身 初六 风高位为温宫 北齐的三十多个王 都受到风雪 北周国主和北齐的君臣 一同饮酒 叫温宫为大家跳舞 高颜宗悲伤到不能克制 自己 屡次要服毒自尽 都被周围的婢女劝止 周竹以李德林为内史上士 自是赵告格式 及用山东人物 并已为之 帝从荣为群臣曰 我常日维闻李德林明 附见其位其朝作诏书一席 正为是天上人 其言今日得席去使 神武共戈斗领一对曰 陈门其林凤凰 为王者瑞 可以得敢 不可立志 其林凤凰 得之无用 岂如德林 畏锐且有用哉 帝大校约 诚如公言 北周国主武帝任命 李德林为内史上士 此后凡事 武帝的赵告格式 和对同官一同人物的任用 全都累托给他 武帝曾在闲谈时 对群臣说 我以前只听说李德林的名字 又常见到他为其朝所写的诏书公文 正认为他是天上的人才 怎么敢说今天能为我所用 神武功戈斗领一回答说 全听说其林凤凰 是王者的祥瑞 可用德行来感化他们 不能用强力得到他们 齐齐凤凰 得到了也没有用处 怎么像李德林那样 既是祥瑞而且有用 武帝大校说 真是您所说的那样 六 祭祀 周主讲太庙 六 祭祀 二十七日 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七 五月 丁丑 周也侨王简为大总宰 耕臣 以起功量为大司徒 正宫达西镇为大宗伯 梁宫侯墨臣瑞为大司马 因宫独孤永夜为大司寇 正宫梅孝宽 为大司空 七 五月 丁丑 初五 北周任命侨王宇文 兼为大宗宰 更臣 初八 任命起功宇文亮为大司徒 正宫达西镇为大宗伯 梁宫侯墨臣瑞为大司马 因宫独孤永夜为大司寇 正宫为 孝宽为大司空 吉丑 周主继翻修 赵矣 陆请会议 重信 寒人 云和 四齐珠殿皆进宫护专正时所为 是穷壮丽 有于清妙 稀可回彻 雕琢之物 并此贫民 善造之意 勿从卑谱 幼兆 并夜珠唐殿壮丽者准此 吉丑 十七日 北周国主的方秋祭地 赵告 天子的请示会议 重信 寒人 云和 四齐等殿 都是进宫与文护专正时所兴建的 穷极壮丽的能士 超过宗庙的规模 可以全部拆毁 雕士的物 剑 可以赐给贫民 修缮建造的事宜 务必简单朴素 又赵告 并夜的各处壮丽的厅堂宫殿 照此办理 陈光曰 周高祖可谓善出圣意 他人圣则一奢 高祖圣而欲俭 陈司马光曰 周五帝可以称得上善于队的胜利了 别人得到胜利后就更加奢侈 周五帝胜利后却更加节俭 八 六月 丁卯 周主东巡 秋 七月 丙须 姓洛州 八月 人银 一顶全行度量 班之于四方 八 六月 丁卯 二十六日 非洲 国主到东部巡视 秋季 七月 丙须 十五日 驾临洛州 八月 人银 初二 一顶度量横制度 向四方本部 初 为鲁西亮之人 梅为礼护 其是因之 仍公私益 周主念其 欲诗宽慧 赵曰 罪不及四 古有定科 杂役之徒 都役长线 亦从罪配 百贷不免 罚即无穷 行何以错 凡诸杂户 西方为民 自是无负杂户 当初 北魏俘虏了西良人 便没若官府当奴隶户 北齐 严习北魏的做法 奴隶户 仍旧为官府服 劳役 北周国主 免掉北齐 要对这些人 给予宽恕恩惠 下诏说 犯罪不能诸连后代 是古代已有的法律 从事杂役的犯人 唯独异于常法 一旦犯罪发配 百贷都得不到赦免 惩罚即也无穷无尽 正常的刑法 还怎么执行 凡属于这类杂户 全都释放为民 从此以后就没有杂户 家子 郑州或九尾狐 以此 献其谷 周主曰 瑞英之来 毕章有德 若无品时序 四喊和平 乃能致死 今无其时 恐非十路 命焚之 甲 四 二十四日 郑州捉到有九尾的湖里 当时已经死了 于是把骨骼献上 北周国主说 天降祥瑞 一定是显阳世上有德之人 如果五轮长行 天下和平 才能出现此种祥瑞 现在没有这样的时事 恐怕不符合实际 命令把骨骼烧掉 九月 雾银 周治 数人以上 为庭一筹 免筹 私部 圆灵 沙 卷 萧 阁 不等九种 于其尽之 朝济之福 不拘此之 九月 雾银 初八 北周夏兆 平民百姓以上的人 可以穿用筹 免筹 私部 圆灵 沙 卷 萧 阁 不等九种材料做的衣服 其余的一概禁止 朝济时的服装 不受这种制度的限制 冬 十月 雾身 周主如业 冬季 十月 雾身 初九 北周国主去业城 九 上文周人灭齐 玉征徐 远 赵南远州刺史 司空无名 彻都 周军法治 以其是子荣昭 将军会教涉行周事 明彻军制吕梁 朱徐州总管梁实验率 重拒战 误武 明彻击破之 实验应成自首 明彻为之 陈玄帝听到北周灭亡了齐国 想和北周争夺徐州 远州 下赵南远州刺史 司空无名彻独律军队进行跑伐 任命无名彻的长子吴荣昭 将军会教代理周事 无名彻的军队到了吕梁 北周的徐州总管梁实验率领军队抵抗 误武 19日 被吴明彻打败 梁实验俱成自首 被吴明彻的军队包围 帝瑞亦以为河南指挥可定 中书通市社人蔡景丽建约 师老将交 不宜过穷远略 帝瑞 以为举重 初为豫章内史 未行 又非章合 景丽在省桑乌郎及坐免官 削掘土 陈璇帝一心认为河南很容易平定 中书通市社人蔡景丽规劝说 军队老卖将领骄傲 不野穷兵员工 璇帝大怒 认为是破坏大家的斗志 把蔡景丽派出担任于张内史 他还没有出发 有紧急的奏章弹劾蔡景丽 在中书省有开葬行为 声明很坏 因此被免去官职 取消了绝号和封礼 十 周改葬的皇帝于冀州 周主服 枯于太极殿 百官诉服 北周将得皇帝宇文公 在冀州改葬 北周 国主穿了丧服 在太极殿大枯 百官都穿白色的丧服 十一 周人乌文公 高位于一周次使 穆提婆谋反 并其宗族皆次死 众人多次臣无知 高颜宗 独让媚气而不言 以交三口而死 唯伪地人应以轻狂 人雅以阴机的面 喜于蜀 其于秦蜀 不杀者散配西土 皆死于变异 十一 北周有人诬告 文公高位 和一周次使 穆提婆和谋造反 下令对他们 以及他们的宗族赐死 众人都自已身边 没有这件事 高颜宗 却独自履起衣袖 哭泣而 不说话 用辣椒塞在自己的口里 而死 只有高伟的弟弟 高仁英 由于是白痴 高仁雅 由于是哑巴 而得到赦免 被洗衣到四川 其他亲属 不杀的被分散发配道 长安西扁的周郡 都死在边境 周主也高气 卢氏刺其江湖思征 卢氏捧手垢面 长斋 不言笑 挥放之 乃为泥 其后 非贫者 只以卖猪为业 北周国主摆高的妻子 卢氏赏给将军胡思征 卢氏捧头垢面 一直吃素 不说胡笑 胡思征便犯了他 于是做了泥姑 北齐皇后 贫穷的妃子 甚至以卖辣度为业 十二 十一月 人参 周历皇子也为道王 对为蔡王 十二 十一月 人参 初三 北周历皇子宇文初为道王 宇文对为蔡王 十三 回友 周浅上大将军王鬼将兵救徐州 十三 回友 初四 北周派上大将军王鬼带兵援救徐州 十四 初 周人拜其师于晋州 承胜逐北 其人所弃甲杖 魏霞收敛 几乎成奸窃出 病得而有之 仍立琉璃生之孙梅朵为主 好胜母皇帝 改元时平 十四 起初 北周在晋州打败北齐军队 承胜追逐北上 被其人所丢弃的盔甲兵去 来不及收罗集中 几乎钻空子偷偷出洞 将丢弃的东西全都盗走 仍旧立琉璃生的孙子刘梅朵为君主 称圣武皇帝 改年号为时平 周人既可观东 将讨几乎 亦遇穷其朝学 亲王献曰 部落几种类既多 又山谷显觉 王氏夜举 未可进出 却当捡其魁首 欲加未辅 周主从之 以献为行君元律 督诸君讨之 至马义 分道 据进 梅朵分前其党田柱首和东 木之首和西 据贤已拒之 献命侨王捡姬田柱 藤王姬墨之 并破之 斩首万鱼吉 赵王招姬梅朵 秦之 与众接讲 北周攻克北齐以后 将讨伐击湖 商议要指导他们的巢穴 亲王宇文献说 部落几的种类很多 又在山谷显郡的地方 只靠朝廷军队的一次行动 不能将他们全部消灭 应当除掉他们的首领 对众人加以为了安抚 北周国主采纳了他的意见 任命宇文献为行君元律 督率军军 队进行讨伐 大军抵达马役后 分路并进 刘梅朵分派党与天柱 防守西和一东 穆之防守西和一西 拒检进行抗拒 宇文献命令 桥王宇文献进攻天柱 腾王宇文进攻穆之 将他们都打败 杀死一万多人 赵王宇文 召进攻刘梅朵 将他活着 其余兵重全部投降 十五 周赵 自永熙三年以来 东土之民六位奴婢 即刻将临之日 梁人煤为奴婢者 并放为梁 六赵 后宫为日妃二人 师父三人 玉妻三人 此外皆减之 十五 被周赵令 自永熙三年以来 东部的百姓被抢走当奴婢 以及攻克将临时被煤弱官府 当奴婢的平民百姓 都放归民间 又赵令 后宫只设置妃子二人 女官三人 玉女三人 除此以外都减掉 周主性皆减 长府不袍 寝不卫 后宫不过是于人 美行兵 今在行臣 不设山谷 人所不堪 副将士有恩 而明察果断 用法严峻 游是将士为威而乐为之死 被周国主生性皆减 常常穿布袍 睡觉时盖部位 后宫 不过十几人 每逢行军作战 亲自在军队里 徒步在山谷里行走 这是别人所不能忍受的 安抚将士 给予恩惠 而却明察果断 用法严峻 因此将士们 虽然怕他的威严 但乐意为他而死 十六 几害会 日有时之 十六 几害会 三十日 出现日时 十七 周出行行书要旨 群道赃一辟 结证 长颜五丁 若地青以上 皆死 十七 北周开始实行行书要旨 凡盗窃一辟赃物 以及履证 理证 族证 保长 党长颜满五个兵口 一百亩地以上的都处死 十八 十二月 悟参 新座东宫城 太子喜聚之 十八 十二月 悟参 初十 陈朝新建的东宫落城 皇太子迁到那里居住 十九 更参 周主入并州 喜并州居民四万户于关中 悟参 费并州公积六府 十九 更参 二十二日 北周国主去并州 将并州的四万户居民 迁移到关中列区 悟尘 三十日 废除并州的公室和六府 二十 高宝宁自黄龙上表 劝敬于高少义 少义遂称皇帝 改元武平 以宝宁为丞相 突厥差波克汗举兵住之 二十 高宝宁从黄龙上表 劝高少义当皇帝 高少义于是做了皇帝 改年号为武平 任命高宝宁为丞相 突厥差波克汗举兵帮助高少义 十年 戊虚 五百七十八 十年 戊虚 公元五百七十八年 一 春 正月 人五 周主姓业 新卯 姓淮州 鬼四 姓洛州 至淮州公 一 春季 正月 人五 十四日 北周国主驾临夜城 新卯 二 十三日 驾临淮州 鬼四 二十五日 驾临洛州 设置淮州的共事 二 二月 贾城 周乔孝王 简足 二 二月 贾城 初七 北周乔孝王 宇文简去世 三 丁四 周主还长安 三 丁四 二十日 北周国主回长安 四 吴明澈围州 鹏城 桓列州 建于城下 宫之甚及 王鬼引兵清醒 距淮口 皆长为 以铁锁贯车轮速摆 深知清水 一鹅沉船归路 君中拒 乔州刺史 萧摩和言于明澈曰 闻王鬼使 所下流 七两端铸城 金上位立 宫若见浅机之 别必不敢相聚 水路未断 贼势不坚 比城若立 则无鼠必为奴矣 明澈费然约 千奇献臣 将军事业 长算远略 老夫事业 摩和失色而退 一巡之间 水路碎短 四 陈朝的吴明澈包围 北周的鹏城 将战船环绕排列在城下 攻城横急 北周派王鬼领兵清装前进 占据怀口 结成长长的包围圈 用铁锁连接起几百个车轮 潜在清水河里 用来阻断陈朝船支的归路 军 对中动荡不安感到恐惧 乔州刺史小摩赫对吴明澈说 听说王鬼刚开始封锁清水河的下游 在河的两头铸城 现在还没有建起来 您如果派我去攻击 对方一定不敢抵抗 水路没有阻断 贼是不会牢固 等到他们的城建成 我们就会成为对方的俘虏 吴明澈掀起胡子 说 拔掉敌人的军旗冲锋陷阵 是你将军的事情 长谋远略 是我老夫的事情 萧摩和贾德脸上变色退了出来 十天之间 水路终于被阻断 周兵意志 朱将一破雁拔军 以凡载马而去 马主陪子列约 若破雁下船 船必倾倒 不如先前马出 石鸣彻苦悲极甚毒 萧摩和父亲约 金球战不得 进退无路 若前军突雷 魏族为耻 任公帅不足 乘马于许行 摩和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 必当使公安达敬意 明澈曰 帝之紫策 乃梁土也 然不拘既多 吴伟总督 必须身居其后 相帅兼行 帝马军一溯 在前 不可迟缓 摩和英帅马军夜发 甲子 明澈决燕 乘水师退军 Z已入怀 至清口 水师渐危 周渐并爱车轮 不负得过 王鬼引兵为尔促之 重溃 明澈为周人所执 将士三万病气泄 资重 皆没与周 萧摩和英 经骑八十军前突雷 重骑机之 彼旦 达淮南 与将军任中 周罗独全军未还 北周军队越到越多 陈朝的将领们商议破坏 毒水的土地将军队撤离 用船只装在马匹退走 马军主将裴子列说 如果破了土地将马匹放下船 船一定会清翻 不如先将马匹送出去 当时 吴明澈背上场 疮病得很重 萧摩和再次向他请求说 现在求战不得 进退无路 军队如果秘密地突围 也不足为耻 希望您率领步兵 乘马车慢慢地前进 我带领几千名铁骑 在前后来往奔驰 一定能使您平安地 到达京城健康 吴明澈说 老帝这个计策 是个好办法 然而步兵很多 我是总督 必须在队伍后面 率领他们一起行动 老帝的马军应当行动迅速 走在步兵前面不能迟缓 萧摩和因此率领马军 在晚上出发 甲子 27日 吴明澈决顿土地 乘水是撤退军队 希望从这里进入淮河 到清口时 水越来越浅 水军船只被沉在清水河中的车轮所阻挡 无法通过 王轨带领军队将他们包围起来并加以收缩 陈朝军队溃败 吴明澈被北州捉住 三万将士以及军队的器械物资都被北州吞并 萧摩和率领八十名星骑兵在前面突围 其余的骑兵在后面跟随 早晨时到达淮河南岸 和将军任中 周罗的军队得以保全回去 初 帝某曲棚 便 以问武兵尚书某 喜 对曰 怀左心平 便名未及 周氏始吞齐国 难与争锋 窃汽州之功 见车西之地 却长就短 非无人所辩 陈于亦为不若安民宝境 请兵解好 思九长之树也 几名撤败 帝魏喜曰 清言 艳于敬矣 即日 赵蔡景丽 赋以为争男子一参军 当初 陈玄帝打算夺取鹏州 便州 询问武兵尚书 毛喜的意见 毛喜回答说 怀左平定不久 边地的百姓还不稳定 周国刚吞并齐国 很难和对方争高低 况且放弃乘船作战 的擅长 来到平原地区骑马乘车打仗 必长就短 这不是南方人所熟悉的 以臣的余见不如安抚百姓守护国境 停止用兵和周国结成友好关系 这才是长久之计 吴明撤被打败以后 宣帝对毛喜说 您以前的话现在证实了 同一天 赵剑蔡景丽 副官任职位 争男子一参军 周主封吴明撤为怀德公 为大将军 明撤忧愤而足 北周国主封吴明撤为怀德公 位于大将军之列 吴明撤忧愁愤怒而去世 五 一丑 周一月 王成为大中宰 五 一丑 二十八日 北周任命月王宇文成为大中宰 六 三月 雾晨 周于浦州之宫 费同州及长春二宫 六 三月 雾晨 初一 北周在浦州迎建宫市 废除同州和长春二宫 七 甲虚 周主出府长官 以造沙全府向后发 仍财为四角 七 甲虚 初七 北周国主初次戴平日用的帽子 用整服的黑沙从前向后爆扎头发 并裁呈四个帽式 八 丙子 命中军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 四纯余亮为大都督 从水陆周军市 镇西将军孙都督经 应周军 平北将军 翻译都督 清口上 至京山元花周军 宁远将军任中都督受养 新菜 霍州 朱军 以备州 八 丙子 初九 陈朝任命中军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四纯余亮为大都督 总管水陆和陆路的军事 镇西将军孙都督荆州 英州的军队 平北将军翻译都督 清口上到荆山 严淮和一带的军队 领远将军任中都督受养 新菜 霍州的军队 以防备北州的军事行动 九 已有 大赦 九 已有 十八日 陈朝大赦全国 十 仁臣 州改元宣证 十 仁臣 二十五日 北州改年号未宣证 十一 夏 四月 更申 突举扣住幽州 杀掠利民 十一 夏季 四月 更申 二十三日 突厥入侵北州的幽州 杀害抢劫当地的官吏百姓 十二 雾武 凡义浅军渡淮北 对清口铸城 仁虚 清口城不守 十二 雾武 二十一日 陈朝的凡义派军队渡过淮河到了北 面 对着清口铸城 仁虚 二十五日 清口城尸首 十三 五月 姬丑 周高祖率朱军阀突厥 且祝国员工姬院 东平宫神局等将兵武道具入 十三 五月 姬丑 二十三日 北州武帝率领军队征讨突厥 派祝国员工宇文姬院 东平宫宇文神局等领兵分五路并进 鬼四 帝不玉 刘指云阳公 秉申 赵亭朱军 依照宗师宇文孝伯父亲在所 地职起首约 无字量并无纪礼 以后是父君 事业 树孝伯斯 魏尚大夫 总速卫兵 又令池义入京镇守 以备飞长 六月 丁有朔 帝集圣 还长安 舍西厨 年三十六 鬼四 二十七日 被捉武帝生病 留在云阳宫 并身 三十日 下诏所有军队停止行动 派议使到长安照宗师宇文孝伯 赶到武帝所在的地方 武帝握住他的手说 我自己估计不能痊愈了 以后的事都托付给您 这天晚上 受给宇文孝 博斯魏尚大夫的职位 总管宿卫兵 又命令他骑上一马到京城镇守 防备非常事件 六月 丁有朔 初一 武帝病情严重 回长安 在当天夜晚去世 年三十六岁 午须 太子即位 尊皇后 而使得是为皇太后 宣帝出力 集成收益 大行载禀 曾无其容 门其战痕 大骂约 此晚矣 越是高祖宫人 逼未言喻 超败离部下大夫 正义为开府仪 同大将军 内使忠大夫 为以朝政 务须 初二 皇太子宇文即位 尊称皇后 阿始那是为皇太后 北周宣帝刚即位 便放四帝奢侈纵狱 北周五帝还没有殡葬 他毫无悲伤的样子 抚摸以前被棍棒所打留下的伤痕 大骂道 撕得太晚了 查看北周宣帝后宫的女子 强迫她们满足自己的隐喻 岳吉封立部下大夫正义为开府仪 同大将军 内使忠大夫 把朝政委托给他 几位 藏母皇帝于孝灵 妙号高祖 既藏 赵内外公除 帝集六公皆一级级 经赵俊成乐运赏书 以为藏妻级促 失气级除 太尉级级 第不从 即位 二十三日 将五皇帝埋葬在孝陵 妙号高祖 藏事刚结束 便假 照朝廷内外脱去丧服 让朝臣议论皇帝和皇后 非凭换穿习服 经赵俊成乐运向周玄帝上书 以为藏妻已经很聪促 藏事刚完就不穿三服 太焦急了 玄帝不听 帝以齐阳王献属尊望重 既知 魏语文孝伯曰 功能为阵图齐王 当以齐官相守 孝伯扣头曰 先帝遗诏 不许烂猪骨肉 齐王 陛下之叔父 功高得茂 设计重臣 陛下若无故害之 则臣为不忠之臣 陛下为不孝之子矣 帝不义 由氏书止 乃宇开府仪 同大将军于智 正义等密谋之 是致旧宅后县 因告向有一谋 北周宣帝因为 齐阳王宇文先为高望重 对他很记恨 对宇文孝伯说 您如果能为朕除掉七王 就把他的官职授给您 宇文孝伯扣头说 先帝有一诏 不许烂杀骨肉至亲 齐王是陛下的叔父 功高得重 是国家的忠臣 陛下如果无缘无故地杀害他 那么我就是不忠之臣 陛下就是不孝之子了 宇文孝 宇文孝 宇文孝很不高兴 从此对他疏远 宇文孝 开府仪同大将军于智 正 亦等人密谋 派于日到宇文县的家里去四探 乌高宇文县有阴谋 甲子 帝前宇文孝伯于县 欲以县为太师 县辞让 又是孝伯照县 约 丸与诸王俱入 既之遍门 县独贵引进 帝先服装始于别是 至 即执之 县自便礼 帝始于智政县 县目光如炬 于智相至 火卫献约 以王今日事事 何用多言 献约 列生有命 宁复图存 但老母在堂 恐留子恨哪 因之苦于帝 岁云之 甲子 二十八日 宣帝派宇 文孝伯传话给宇文县 想任命他为太师 宇文县表示推辞 又派宇文校伯赵宇文县 说 晚上和其他王公一起来 他们应赵刚到殿门 宇文县被单独领进去 宣帝预先在别的房子里埋佛了壮士 宇文县一到 就被捉住 宇文县为自己辩护说理 宣帝就叫于智和他对正 宇文县的目光如火 和于智对质 有人对宇文县说 以你今天事情的趋势 何必多说 宇文县说 死生有命 我难道还想火吗 只是老母亲还在 赶到疑 汉而已 因此把朝护扔在地上 宇文县被绞死 帝赵献了属 是正成献罪 参军伯海李刚 是指已死 终无饶辞 有私也路车在献尸而出 故立接散 为李刚府官好痛 公自一支 哭败而去 宣帝召来宇文县不下的官吏 要他们证实宇文县的罪行 参军伯海人李刚 以死启示 始终没有乱说 官吏用没有围盖的车子 宰散宇文县的尸体 出了殿门 宇文县从前的官吏都攒走了 只有李刚 抚摸着棺木 何桃痛哭 亲自将宇文县埋葬 大哭败别而去 又杀上大将军王兴 尚开府仪同大将军 独孤雄 开府仪同大将军 斗鲁绍 皆所与献 亲善者也 地际诸献而无名 乃云与兴等谋反 十人未知拜死 宣帝又杀掉上大将军 王兴 尚开府仪同大将军 独孤雄 开府仪同大将军 斗鲁绍 他们都是苏莱和宇文县亲近的人 选帝既然杀掉宇文县而没有罪名 便说他是和王兴等人密谋造反 当时人称王兴等人没半死 以于智为诸国 封其公 以赏之 任命于智 为诸国 封其公 作为对他的奖赏 十四 润月 以害 朱主力飞扬 是为皇后 十四 润月 以害 初三 北周国主宣列宇文 丽妃子杨氏为皇后 十五 新四 朱叶赵王昭为太师 陈王纯为太父 十五 新四 初九 北周任敏赵王宇文昭为太师 陈王宇文纯为太父 十六 其泛娘王少义 闻州高祖族 以为的天主 有诸人卢昌七 其兵具泛阳 迎少义 少义引突厥兵赴之 周浅驻国东平宫 神举将兵桃昌七 少义文幽州总管出兵在外 欲称虚习记 神举浅大将军 宇文昂将四千人救之 傍为少义所杀 会神举克泛阳 秦昌七 少义文之 素义举哀 还若突厥 高宝宁帅仪 下数万骑救泛阳 至陆水 文昌七死 还据何龙 十六 北齐泛阳王高少义 听说北周高祖已死 以为得到了上天的帮助 有诸人卢昌七起兵占领泛阳 迎接高少义 高少义引来突厥兵去那里 北周派驻国东平宫 宇文昌举率军讨伐 宇文昌七 高少义听到幽朱总管出 兵在外 向城区袭击冀州 宇文昌举派大将军宇文恩 率领四千人去援救 被高少义杀死一半 恰好宇文昌举功下奋扬 升秦卢昌七 高少义听到噩耗 穿上白色丧服举行哀悼 退回突厥 高宝宁率领一人和汉人的几万骑兵 去救泛阳 到陆水时 听到卢昌七已死的消息 返回 占据河农 十七 秋 七月 周主讲太庙 丙武 四环丘 十七 秋季 七月 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丙武 十一日 到环丘祭品 十八 庚 须 周以小宗伯胡思争为大宗伯 任须 以伯州宗管阳坚为上驻国 大司马 十八 更须 十五日 北周任命小宗伯胡思争为大宗伯 任须 二十七日 任命伯州宗管阳坚为上驻国 大司马 十九 鬼害 周主遵所圣母李氏为帝太后 十九 鬼害 二十八日 北周国主对亲生母亲李氏尊称为帝太后 二十八月 并言 周主赐西郊 人身 如同周 以大司徒起功量为安州总管 上驻国长孙朗为大司徒 杨 公王义为大司空 并须 以永昌公春为大司寇 二十八月 并言 初二 北周国主到西郊祭祀 人身 初八 去同周 任命大司徒起功宇文亮为安州总管 上驻国长孙朗为大司徒 杨公王义为大司空 并须 二十二日 任命永昌公宇文春为大司寇 二十一 九月 以赐 立方名谈于楼虎 物身 以杨州四十世兴王书陵为王冠博 林蒙百官 二十一 九月 以赐 十一日 陈朝在楼湖建立方名谈 物身 十四日 任命扬州四十世兴王陈书陵为王冠博 和朝廷百官立盟效忠皇室 二十二 更须 周主封七弟缘为京王 二十二 更须 十六日 北周国主封弟弟宇文元为京王 二十三 周主照 朱英败者 接一三败成礼 二十三 北周国主赵令 应当对皇帝朝拜的 都以三败成礼 二十四 贾银 尚姓楼虎是众 以卯 分遣大使以盟使扳下四方 上下相警戒 二十四 贾银 二十日 陈玄帝嫁领楼虎对众官盟使 以卯 二十一日 分派大使将盟使对全国宣布 是上下互相告诫防备 二十五 东 周主还长安 以大司空王毅为乡州总管 二十五 冬季 十月 回友 初十 北周国主回长安 任命大司空王毅为乡州总管 二十六 物子 以上书佐仆社陆善为上书仆社 二十六 物子 二十五日 陈朝任命上书佐仆社陆善为上书仆社 二十七 十一月 突厥后周边 为九权 杀掠利民 二十七 十一月 突厥入侵为周边 静 包围九权 屠杀抢掠当地官吏百姓 二十八 十二月 贾子 周易碧王贤为大司空 二十八 十二月 贾子 初二 北周任命碧王宇文贤为大司空 二十九 吉丑 周易和杨总管藤王为行军援律 率从入寇 二十九 吉丑 二十七日 北周任命和杨总管藤王宇文为行军援律 律中侵犯陈朝 十一年 济亥 五百七十九 十一年 济亥 公元五百七十九年 一 春 正月 鬼四 周主受朝于陆门 使与群臣服汉 为一官 大舍 改元大成 至四府官 以大忠在岳王胜为大前仪 翔州总管属公为十九 为大右臂 深宫礼墓为大左府 大司马 随公 杨坚为大号称 一 春季 正月 鬼四 初一 北周国主在公室最里面的正门 接受百官的朝拜 开始和群臣创大汉 为时代的衣帽 大舍全国 改年号为大成 设置四名辅助皇帝的官职 任命大忠在岳王宇文成为大前仪 翔州总管属公为十九 为大右臂 深宫礼墓为大左府 大司马 随公 杨坚为大后 成 周主之朱立业 以高祖行书要致位太重而除之 又属行社有 经兆郡城乐运赏书 以为 于书所称省塞四社 为过五为快 当缓舍之 屡行云 五行之以有舍 为行一从罚 罚一从免也 谨循经典 未有罪无轻重 普天大舍之吻 大尊其可述师非常智慧 以四间鬼之恶乎 地不纳 既而民轻放法 又自也舍言多顾师 恶人归见 欲为威虐 舍服全下 乃更为行经圣志 用法一身 大教于政务 殿 告天而行之 命令左右四察群臣 小有过师 折行桌前 北周国主宣刚即位时 认为高祖时的行书要指 量刑太重而废除 又几次施行赦罪 经兆郡城运向宣帝尚书 以为于书中所说的省在四舍 是说因无心的过失而犯罪的 应当宽恕赦免 履行中说 五行之一有舍 是说对判刑有怀疑可以改为处罚 对处罚有怀疑可以改为免罪 我认真地查阅了经典 没有发现对罪行不分行众 普天下一律大舍 的记载 天子怎能几次施行非同寻常的人词 使为非作歹的人放肆作恶 北周宣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不久以后百姓不怕犯法 宣帝自己又因为奢侈有许多过失 痛恨别人的规劝 想用威慑和残暴 令下面的人委屈屈服 于是另行制定行经圣制 用心更加严厉 在正午殿社坛进行祈祷 祷告上天以后加以实施 秘密地派左右的人 窥似观察群臣 发现犯有小的过失 便任意杀害致罪 又 居丧才余年 折字声乐 鱼龙百戏 长臣殿前 累日继夜 不知休息 多居美女 以实后功 增着胃后 不可降路 游艳神免 或寻日不出 群臣警示者 皆因患者奏之 于是 孕允于称义朝堂 臣弟八师 其一 以为大尊 比来势多独断 不参诸宰府 与众共之 其二 搜美女以实后宫 一同以上女不须折价 贵贱同院 其三 大尊已若后宫 数日不出 所需闻走 多赴宦官 其四 下诏宽行 未及半年 更严前置 其五 高祖着雕为谱 崩位于年 而俱穷舍利 其六 姚富夏民 以奉牌幽角底 其七 尚书自悟者 即至其罪 渡献书之路 其八 玄向垂戒 不能自邹善道 修复德政 若不隔资八誓 传见周庙不屑时矣 帝大怒 将杀之 朝臣恐惧 莫有救者 内史中大夫洛阳 原言探约 赃鸿童死 人幽怨之 况别干户 若乐运不免 无将与之聚弊 乃亦请见 约乐运不顾其死 欲以求宁 陛下不如牢而遣之 以广圣度 帝获感悟 明日 赵运 为曰 朕昨夜司卿所奏 实为忠臣 赐遇使而罢之 另外 北周宣帝居丧刚过一年 就自艺于音乐歌舞 常常在店前欣赏 雨龙变化的魔术杂技 连日连夜 不知道休息 又选了许多美女充实后宫 增添了不少名位称号 无法详细记录 游艳酗酒 甚至一年十天不出宫 群臣向他起奏请示 都由太监转奏 于是月运用车拉了棺木 到百官义市的朝堂 面臣北周宣帝的八条过失 一 认为天子近来对大师多独断专行 不 和宰相俯臣一同商议 二 搜罗美女充实后宫 一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准出嫁 无论贵贱都对此怨恨 三 天子一进后宫 几天都不出来 官员们要走势 必须通过太监 四 下找放宽刑法 不到半年 反而比以前的制度更加严厉 五 高祖皇帝去决福华 从上复时 驾崩还不到一年 而天子就竭力追求奢侈壮力 六 叫百姓扶劳易纳赴税 用来顾养耍杂技演滑稽 比决力的艺人 七 向天子献书中有错 四 就被治罪 杜绝了献书之路 八 天空的星象出现了告诫的预兆 不能征求询问为善之道 修整实行德政 如果不革除这八件事 陈将见到周朝的宗庙 不会有杀生取血的祭祀呢 北周宣帝不仁大怒 要杀死他 朝臣们都很恐惧 没有人敢救他 那始终大夫洛阳原言叹道 汉宪帝时的陈荣愿意和桑红一起死 使人仰慕 何况比干 如果乐运不免一死 我将和他一起去死 于是道中求见北周宣帝 说 乐运不顾 死活 是为了求宁 陛下不如对他为牢 而后放他走 才显出陛下度量轰大 宣帝稍有点感动醒悟 第二天 把乐运召来 对他说 朕昨天晚上考虑你所揍的话 实在是个忠臣 赐给他御用的食物 但又将他罢免 二 回宝 周历皇子产为鲁王 二 回宝 十一日 北周历皇子宇文产为鲁王 甲臣 周主东巡 以许宫宇文善为大宗伯 物武 周主治洛阳 历鲁王产为皇太子 甲臣 十二日 北周国主东巡 任命 虚公宇文善为大宗伯 物武 二十六日 北周国主的洛阳 历鲁王予文产为皇太子 三 二月 鬼亥 上耕吉田 三 二月 鬼亥 初二 陈玄帝到吉田举行耕祝一事 四 朱夏照 以洛阳为东京 发山东诸诸兵制洛阳宫 长亿四万人 西夏州六府于洛阳 四 北周夏照 以洛阳为东京 征调同关以东各州的士兵修建洛阳宫 平时服劳役的有四万人 把乡州的六府迁到洛阳 五 朱徐州总管王鬼 文正 义用事 自知及获 为左清曰 无惜在先朝 时申设计至计 今日之事 断可知己 此周空带准难 临近强寇 欲为申计 亦如反掌 但忠义之节 不可亏为 旷河相地厚恩 岂可以获罪四主 聚望之血 正可与此代死 既千载之后 知无此心儿 五 北州的徐州总管王鬼 听到正义当权 自己知道将有灾祸 对亲近的人说 我从前在先帝时 真实地申诉了 治国的根本大计 今天将要发生的事 断然可以知道 这个州 控制淮南 靠近强敌 如果要替自己打算 可说是一如反掌 但是忠义的节操 不敢违背 何况我蒙受相地的厚恩 怎能因为得罪了当今皇上 就忘掉所受的恩德 正可以在这里等死 希望在千年以后 知道我的忠心 州主从容问一约 我矫丈狠 谁所为也 对约 是由乌碗鬼 语文笑过 阴阳鬼履虚是 地使内使 杜姓信就周杀鬼 原言不肯数照 欲正种大夫言之意切剑 地不听 严禁即知 脱经顿藏 三败三进 帝曰 如于党乌玩鬼血 言曰 臣非党鬼 正恐烂诸是天下之望 帝怒 使烟树薄其面 鬼碎死 言亦匪于家 远近之语不知 结为鬼流涕 执疑 知腿之地也 北周宣帝曾经随便问正义说 我脚上被杖打的伤痕 是谁干的 答道 事情的起因是乌碗 亡 鬼 语文笑过 因此告诉他 亡鬼 在宫中宴会使旅先帝胡子的事 北周宣帝派内使 罗庆信 到徐州将亡鬼处死 内使中大夫原言不肯在诏书上签名 欲正种大夫 言之意 恳切劝阻宣帝 宣帝不听 原言随后进见宣帝 脱下头巾扣拜 三次扣头三次前进 宣帝说 你要袒护亡鬼吗 原言说 臣不是要偏喊亡鬼 而是担心乱杀会失掉天下人 对陛下的期望 宣帝大怒 叫太监打原言的耳光 亡鬼于是被杀死 原言也被免之回家 远近各地不论是否知道亡鬼 都为之流泪 言之意是言之推的弟弟 周主之为太子也 上驻国为持运为公正 竖境见 不用 又与亡鬼 语文孝伯 语文神句 结为高祖所亲代 太子以其同回计 即鬼死 愿句 此为孝伯曰 无徒必不免或 为之奈何 孝伯曰 经堂上有老母 地下有五弟 为臣为子 知欲何知 且为智世人 本宣明义 见而不入 死焉可逃 足下若为深际 依且远之 于欲求出为秦州总管 当北周宣帝 还是皇太子时 上驻国 为持运担任太子公正 屡次对皇太子觐见 意见不被采纳 为持运和亡鬼 宇文孝伯 宇文神举都曾受到被拙武帝亲切的对待 皇太子 怀疑魏池运和他们一同在武帝跟前诽谤自己 亡鬼死后 魏池运感到恐惧 私下对宇文孝伯说 我们这些人一定免不了糟糊 怎么办 宇文孝伯说 现在唐少有老母亲 九泉之下有兄弟 作为臣子和儿子 怎能知道去哪里 况且作为臣子放逝君主 本应遵循名义 对君主家劝阻而不被采纳 怎能避免一死 足下如果为自己考虑 最好再解夺远一点 于魏池运请求离开朝廷 去做秦州总管 他日 递托以齐往县市 让孝伯约 古之齐往谋反 何以不言 对曰 臣之齐往忠于设计 为群小索 言为不用 所以不言 且先帝父主微臣 为令辅导陛下 兼见而不从 师父故托 以此为罪 是所甘心 帝大残 俯首不语 命将出 赐死于家 另一天 宣帝嫁借了齐往宇文献的事情 则被宇文孝伯说 你知道齐往谋反的事 为什么不说 答道 臣知道齐往忠于国家 由于被一帮小人造谣重伤 我说话一定不被陛下采纳 所以不说 况且先帝曾主 赴微臣 只让我辅导陛下 现在规劝而不被采纳 实在辜负了先帝的委托 以此作为罪名 我心甘情愿 被周宣帝大为惭愧 低头不语 命令放他出去 在家里把他赐死 使宇文神举为宾州赐使 地前使就周任杀使 为时运至秦州 亦已忧死 当时宇文神举世宾州赐使 被周宣帝派使者去宾州赐给毒酒 将他害死 为时运到秦州后 也因忧愁而死 六 周霸南法诸军 六 北周停止南征的军事行动 七 突厥差 体克汗请客于周 周主以赵王赵女为千金公主 七知 且命直送高少议 插波不从 七 突厥插波克汗向北周求和 北周宣帝将赵王宇文昭的女儿 封为千金公主 嫁给插波克汗为妻 又命令克汗捉住高少议送回北周 插波克汗不服从 八 新四 周宣帝传位于太资产 大舍 改元大象 自称天元皇帝 所居称天台 免二十四流 车伏击谷借备于前王之术 皇帝称政阳公 至难言 御政 诸位等官 皆准天台 尊皇太 后为天元皇太后 八 新四 二十日 北周宣帝将皇位传给皇太子 大舍全国 改年后卫大象 自称天元皇帝 居住的地方称天台 皇冠旋垂二十四条玉串 车伏其古比以前的皇帝增加一倍 皇帝所住的地方称政阳公 设置纳言 御政 诸位等官职 都按照天台那样 尊称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 天元皆传位 娇齿弥慎 物自尊大 无所顾担 国之以典 率行便更 每对臣下自称为天 用尊 以 赞以饮食 令群臣朝天台者 只摘三日 今生一日 既自比上帝 不欲群臣同己 长自戴寿 官通天官 家金妇产 故建是陈殿上有金禅 其王公有寿者 并令去之 不听人有天 高 上 大职称 官名有犯 皆改之 改姓高者为江 九族称高族者为长族 有令天下车皆以魂目为轮 敬天下妇人不得是粉带 子非宫人 皆黄梅莫庄 天元皇帝传位以后 更加骄纵奢侈 妄子尊大 无所顾忌 国家的典张制度 随意 改变 常常对臣子自称为天 饮食时用金 欲致成的石器 命令群臣到天台朝建以前 先素食三天 节身一天 他自比上帝 不准群臣和他同样穿戴 常常穿配有丝带的衣服 戴通天官 官上有精致的禅作为装饰品 看到是尘的帽子上 有金蝉和王公衣服上配有丝带 都叫他们去掉 不准别人有天 高 上 大等字的称呼 官员的姓名中有以上字样 一律改调 姓高的改为姓姜 就祖宗称高祖的改称长祖 又命令天下的车辆 用整块木材做车轮 剑指天下的妇女茶粉化眉 以后如果不是宫中的女子 都不准涂枝抹粉化眉毛 美照是沉沦夜 为玉星造变革 未尝言及正事 游戏无常 出入不竭 于仪仗位 沉出月海 陪氏之官 皆不堪命 自宫星以下 常被除踏 美吹人 皆以百二十维度 未知天杖 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 宫人内之一如之 厚 非 贫 欲 虽被宠幸 亦多丈杯 于是内外恐怖 人不自安 皆求苟勉 莫有 固执 宠族泪息 已逮于衷 天眼皇帝召集士臣议论 只谈宫式的兴建变革 从不谈论正事 随意游戏 出入没有截止 有一仗队随从 遭出晚归 连陪伴侍奉的官员 都无法忍受 自宫星以下的官员 常常遭到行仗的拷打 对人拷打时 以一百二十下为准 称为天杖 以后又增加到二百四十下 宫女和在宫中任职的女官也都这样 厚 妃 贫 欲 虽然受到宠幸 也多被拷打背挤 于是内外都感到恐怖 人心惶惶 动摇 不定 只求苟安幸免 失去了意志 恐惧到叠祖 而李不敢出气 直到他死去为止 九 物子 周易月王胜为太宝 卫石 卫石 卫大前仪 代王达为大右比 九 物子 二十七日 北周任命月王宇文称为太宝 卫石 卫大前仪 代王宇文达为大右比 西卫 西野城石经与洛阳 赵 和阳 幽 相 玉 博 清 徐齐总管 并受东京六府处分 西卫 三十日 江野城的石经迁到洛阳 赵 令 和阳 幽 相 玉 博 清 徐齐州的总管 都受东京六府的管辖 三月 更深 天眼欢长安 大臣军武 亲换甲咒 入自清闻 境地被法家已从 三月 更深 北周天眼皇帝回长安时 大张西谷地摆开军队的阵容 自己穿戴了铠甲和头盔 从长安的清门进城 境地被好皇帝的车架载后跟随 下 四月 人屈硕 立非诸事为天元帝后 后 吴仁 本出寒威 生境地 长于天元十余岁 书境无宠 以境地骨 特尊旨 夏季 四月 人 虚作 天元皇帝立非子诸事为天元帝后 天元帝后 是江南吴仁 出身低贱 是境地的生母 比天元皇帝大十几岁 原先被书院轻使得不到宠爱 因为生了境地所以赐给尊号 以赐 周主寺太庙 仁武 大教育正武殿 以赐 被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仁武 二十二日 在正武殿举行岛神出灾的祭祀 五月 以湘国郡为赵国 济南郡为陈国 武当 安赴 二郡为越国 上党郡为代国 新野群为腾国 亦个万户 令赵王昭 陈王 纯 岳王胜 戴王达 藤王并之国 五月 以湘国郡为赵国 济南郡为陈国 武当 安赴二郡为越国 上党郡为代国 新野郡为腾国 分别十亿一万户 领赵王宇文昭 陈王宇文纯 岳王宇文成 戴王宇文达 藤王宇文 一起去各自的奉国 随公扬间四位大将军 汝南公庆约 天元时无积德 是其相貌 手艺不长 又 诸藩微弱 各领旧国 曾无身根固本之计 与本即简 何能及远哉 庆 申举之地也 随公扬间 私下对大 将军汝南公宇文庆说 天元皇帝实在没有积德 看他的相貌 寿命也不长 另外 各个藩王势力都很微弱 叫他们去各自的奉国 没有身根固本 不可动摇的长远之计 羽毛都被剪掉了 怎么能飞得远呢 宇文庆是宇文神举的弟弟 十 突厥寇州并州 六月 州发山东住民修长城 十 突厥侵扰北州的并州 六月 北州征调同关以东各地的百姓 修起北七所住的长城 十一 秋 七月 更延 州以杨坚为大前 一 驻国司马 小南为大号称 十一 秋季 七月 更延 初一 北州任命杨坚为大前一 驻国司马 小南为大号称 十二 新卯 初用大货六珠钱 十二 新卯 初二 陈朝开始使用六珠钱的大钱币 十三 秉申 周纳司马 交男女为正阳公皇后 十三 秉申 初七 北州境地 纳司马 交男的女儿 为正阳公皇后 即有 周尊天元帝太后 李氏为天皇太后 人子 改天元皇后 朱氏为天皇后 丽妃原氏为天右皇 后 臣氏为天左皇后 房四后云 原氏 开府仪 同大将军圣之女 臣氏 大将军山堤之女也 即有 二十日 北州对天元帝太后 李氏尊号为天皇太后 人子 二十三日 改天元皇后 朱氏为天皇后 丽妃子 袁氏为天右皇后 臣氏为天左皇后 一共有四个后 袁氏 是开府仪 同大将军元圣的女儿 臣氏 是大将军 陈山堤的女儿 八月 更深 天元如铜州 八月 更深 初一 天元皇帝去铜州 十四 丁卯 上月五余 大壮观 命都督任中率部 骑十万臣于玄武湖 都督陈景率楼舰五百朱瓜布江 镇旅而海 十四 丁卯 初八 陈朝宣帝在大壮观阅兵 命令都督任中率领十万部骑兵 在玄武湖列镇 都督陈景统帅五百艘楼船 朱瓜布江 整顿部队而返 十五 人参 周天元还长安 甲虚 以陈山皮 元圣病为上驻国 十五 人参 十三日 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 甲虚 十五日 任命陈山皮 元圣两人为上驻国 十六 悟淫 上还宫 十六 悟淫 十九日 陈玄帝回宫 豫章内使南康王方泰 在郡之满纵火延烧一居 阴行暴掠 驱戮富人 征求财汇 上月五 方泰当从 其称母级不行 而微服往民间引人妻 魏州所漏 有帅人杖抗拒 商禁私 唯有私所走 上大怒 下方泰域 免官 薛绝土 寻而复旧 豫章内使南康王陈方泰 在郡里服官任机已满 纵火焚烧城里的房屋 并进行凶暴的强掠 驱赶逮捕富人 搜过财富 将所贿赂 宣立月 冰时 陈方泰应当随从 却起奏说 母亲有病 不能随同 然而穿了普通衣服 到民间监污别人的妻子 被州官逮捕 有层领人带着兵器 抗拒官府 打伤尽私 被官律奏宝给轩帝 轩帝不忍大怒 将陈方泰投入牢狱 免官 取消他的绝号和封地 不久又都恢复如前 十七 任武 周已上驻国 毕王贤为太师 桓公含孽为大左府 九月 以卯 以王真为大总宰 以云公 孝宽为行军元律 率行军总管且公酿 公酿试验寇淮南 仍潜欲正度 搞 李不虚书来聘 十七 任武 二十三日 北周任命上驻国毕王宇文贤为太师 桓公含孽为大左府 九月 以卯 二十七日 任命王宇文真为大总宰 任命运功 宇文孝宽为行军元律 率领行军总管起公宇文亮 公酿试验入侵淮南 仍汉欲正度搞 李不虚书道陈朝聘问 十八 冬 十月 任虚 周天元 兴道会员 大教 依高祖配教 初复佛像及天尊相 天元与二相聚难面坐 大臣杂戏 令长安市民纵观 十八 冬季 十月 任虚 初四 北周天元皇帝 驾临道会员 举行导神除灾的祭祀 以周高祖配祀 开始恢复佛像和天尊相 天元皇帝的造像和上述的两相都是面男而左 布置了大批杂戏 让长安敌市民随意观赏 十九 甲虚 以尚书扑舍陆善为尚书做图舍 十九 甲虚 十六日 陈朝任命尚书扑舍陆善为尚书做图舍 二十 十一月 新卯 大赦 二十 十一月 新卯 初四 陈朝大赦全国 二十一 周围孝 宽分前起 公廊自安陋宫皇城 梁氏燕公广陵 甲虚 试验之匪口 二十一 北周围孝宽分别派前起 公宇文亮从安陆进攻皇城 梁氏燕进攻广陵 甲虚 初七 梁氏燕的匪口 二十二 以为 周天元如温汤 二十二 以为 初八 北周天元皇帝去临山的温泉 二十三 勿须 周军进雷寿阳 二十三 勿须 十一日 北周军队进攻并包围寿阳 二十四 周天元如同州 二十四 北周天元皇帝去同州 二十五 赵开府一同三司 南远州刺史纯于亮为上流水军都督 中领军翻译都督北讨诸军事 左卫将军任中都督北讨前军事 前封州刺史高文走率部 其三千去扬平郡 二十五 陈旦地照领开府一同三司 南远州刺史纯于亮为上流水军都督 中领军翻译都督北讨诸军事 左卫将军任中都督北讨前军事 前封州刺史高文走率领三千步骑兵进去扬平郡 二十六 任银 周天元还长安 二十六 任银 十五日 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 二十七 回宝 任中帅部齐齐先去秦郡 丙武 任威将军如广大帅众入怀 四日 凡义将水军二万字东关入江湖 武义将军小摩和帅部齐去立阳 武申为孝宽拔寿阳 札公亮拔皇城 梁氏燕拔广陵 辛亥 又去霍州 鬼丑 以扬州刺史史兴王淑陵为大都督 总水部众军 二十七 回宝 十六日 陈朝的任中率领七千步骑兵进去秦郡 丙武 十九日 任威将军卢广达率军进入淮河一带 同一天 凡义率领二万水军从东关进入 江湖 武义将军小摩和率领部齐兵进取立阳 悟申 二十一日 北周的地为孝宽攻克寿阳 其攻与文阳攻克皇城 梁氏燕攻克广陵 辛亥 二十四日 又攻取霍州 鬼丑 二十六日 陈朝任命扬州刺史史兴王淑淑陵为大都督 总加水部诸军 二十八 丁四 周周永通万国前 亦当千 与五行大不并行 二十八 丁四 三十日 北周驻在永通万国前 以亦当千 和五行大不一并流通 二十九 十二月 悟悟 周天愿意 三一缕剑 舍战位 如天心宫 百官上表 劝父亲善 甲子 桓公 玉政五殿 及百官及工人 外命父 大列妓院 初作起寒呼戏 二十九 十二月 雾五 初一 北周天眼皇帝因为一再出现灾业现象 不用仪仗和户备 去天心宫斋戒 朝廷百官对他上表 劝他恢复睡觉用膳 甲子 初七 天眼皇帝回宫 在正五殿召集百官 工人 宫廷外臣以下的母亲 妻子 摆开了许多杂技歌舞 初次演出西域地方的启寒戏 三十 以丑 南 北远 近三周及虚仪 山阳 阳平 马头 秦 丽阳 佩 北桥 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还江南 周又取桥 北徐州 自是江北之地进梅渝州 三十 以丑 初八 南远州 北远州 近州以及虚仪 山阳 阳平 马头 秦 丽阳 佩 北桥 南梁等九郡的百姓 一起离开当地返回长江以南地区 北周又得到桥 北徐州 此后长江以北的地方都并弱北周 三十一 周天远路洛阳 亲与一马 日行三百里 四皇 后继文武 侍卫数百人 秉承以从 仍令四后放假齐驱 或有先后 哲家谴责 人马顿仆 相机于道 三十一 北周天远皇帝 去洛阳 亲自驾驭一马 一天走三百里 四位皇后 以及文武 是为几百人 乘一马 在后面跟从 又命令四位皇后 和自己并驾齐驱 走得有消耗时 便下以施则 弄得人棍马法 跌倒在地 一路上接连 不断出现 三十二 回有 前平北将军 沈克 殿位将军 陪子列正屠州 开远将军 徐岛奴镇炸口 前信州 四市杨宝安镇 白下 乌银 以中令军 翻译读读读经 影 八 五四州 水陆州军事 三十二 回有 十六日 陈朝派 平北将军 沈克 殿位将军 陪子列正南 徐州 开远将军 徐岛奴镇守炸口 前信州 四市杨宝安镇守 白下 乌银 二十一日 任命中令军 翻译读读读经 影 八 五四州的水陆军务 三十三 一卯 周天元 还长安 三十三 一卯 二十二日 北周天元 皇帝回长安 三十四 朕一将军 入南州法上 与长沙王 书间不相能 书间之余 上 云秦遇返 上之七兄定 周刺施法僧 犯兵将击法上 法上本周 周天元以为以同大将军 顺周四时 尚浅将军反猛气将击之 法上浅不取都寒朗诈祥与猛 约 法上不兵不愿将尾 人皆切以 欲叛海 若得军来 则当倒戈 蒙以为然 引兵袭曲之 法上扬 为畏惧 自保将取 战而围走 扶兵妖之 蒙锦也身面 没折几八千人 三十四 陈朝的真义将军入南州法上 与长沙王陈树间不和 陈树间在皇帝面前说州法上的坏 话 说他要谋反 陈玄帝带捕了州法上的哥哥 定州刺施州法僧 发兵准备讨伐州法上 州法上投降北州 北州天元皇帝任命他为乙同大将军 顺州刺事 陈玄帝派将军樊 蒙渡过长江去攻打他 州法上派部取都汉朗向樊蒙甲投降 说 州法上部下的士兵 不愿意向北州投降 人们都私下议论 要叛变返回陈国 如果能派军队来 就会调转矛头对州法上造反 帆蒙认为他的话很对 便率军急攻州法上 州法上表面装作畏惧 自保将取 交战后假装退兵 实际上埋伏了士兵向帆蒙拦击 帆蒙紧紧单身脱逃 损失的军队几乎有八千人 再门一次 再门一次